在地方的这些土皇帝们 心里没有怨言吗 有啊 他一个人敢说吗 他不敢说 说了反正死得快 那你现在 奔出来一个郭文贵来说 他们是很开心的 尤其这次这个战区制 他实际上 把相邻的几个地区的资源 战略资源都可以整合在一起用 战区制也就代表着 今后的割据 就变成极有可能的事情 中央的这个统治的正义性 被摧毁以后 地方政府又获得了 割据的可能 国际环境正在 急速的恶化 那么你的爆料有没有用呢 谁都知道 用处相当大 整个华人社区 你不管是这个 因为我们经常 呆了 我经常呆了 去那个 推特的这个中文区 我看到的就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很正常 我也支持他 现在为什么说 很多人说他是骗子 有一些人在群里甚至指责我 只敢打小骗子 不敢打大骗 那我今天就 本来这就是对群有 那种 质疑的一个答复吧 我觉得还是 落一段为好 要不然说不清啊 我跟他们白指不清 不是有没有胆的问题 而是这个事儿 应不应该做 你说你要打击 郭文贵 我觉得这是个笑话 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 你想中国 继续往前整 所谓的打击郭文贵 这是不可能的 你就是换了一个 美国国籍 加拿大国籍 澳大利亚国籍 日本国籍 当然选日本国籍的 可能相对少一点 这个东西肯定有 有一些提出心理 这个我不谈 就我说你 即便你就换了国籍 又能怎么样呢 你从内心来说 你还是一个中国人 有的人说 我现在已经是很西化了 我是美国人了 是吧 我的儿子在美国 陆军服役 是 你就全家都是美国人 全家都是入了外籍 你受国外的这个法律 来保护你 有什么用呢 你在这跟我谈 用中文 你在发出你的质疑 你在为中国的民主呼吁 你是国际友人吗 这个定义给你的话 你可能不接受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还在关心中国 你还拉他当自己的中国 只不过你居住在别的国家 为了经商 或者为了子女 你选择了 换一个国籍 我会想到你